畫面中我們可以看到路面上殘留大片鞋子和衣物 安全帽和鞋子也散落一地 因為剛剛這裡發生嚴重車禍 導致一名60歲富人頭部重創 當場死亡 我只是看到一個 那摩托車會不會去看那邊 要一個人騎摩托車就在那邊躺著 我還以為只有爬一個人或打電話去 5號深夜11點多 台北市文山去羅斯福路六段和金龍街口 發生稚奇死亡車禍 一名60歲周星富人在過馬路時 竟然就叨叨另一名20歲的離姓騎士 總飛倒地 導致富人頭部重創鮮血直溜 當場失去了呼吸心跳 送一戶人不知身亡 而男騎士則是全身多處擦傷 咒之后攤坐在路旁 救護人員趕緊為他泡在傷口 重擊力道之大 機車當場滑行近50公尺遠 車頭嚴重回損 車體零件也四散一地 警方到城為騎士實施 九側 九側職業為零 夫人當時是否游走斑馬線 以及當下的路口燈號為何 人士調閱監視的畫面 來進一步釐清 抱歉 草顧客 感谢观看